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佛话课程的经典故事的时间 那今天老师要带给小朋友的故事 说明是 我们不一样 这故事他是在说 四位多奇有一个弟弟叫多龙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双胞胎 大家总是会把他们搞混 但是多奇很讨厌 人家说他像多龙 要怎样看起来才会跟多龙不一样呢 多奇认真思索着 然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到底他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呢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故事咯 故事开始 森林中的一个小小的洞穴里 住着四位多奇一家 多奇有个弟弟叫多龙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双胞胎 有没有很可爱呀 这双胞胎 当他们还待在妈妈的肚子里时 只要多奇吸水大拇指的话 多龙也会开始吸起大拇指 而多奇把身体蜷缩起来时 多龙也会跟着把身体蜷缩起来 然后他们在同一天出生了 很可爱呀 多奇跟多龙身体的颜色一模一样 尖刺生长的情况也完全相同 每次他们一起出门 朋友总是会把他们搞混 天啊 你们怎么长得那么像啊 谁是多奇 谁是多龙 我根本分不出来 你是多龙吗 啊 原来你是多奇呀 多奇很讨厌人家说 他像多龙 为什么呢 大家都说我们一模一样了 我明明就比多龙高 身体的颜色比较深 刺也长得比较猫咪啊 到底哪里跟他一样了 他边说边仔细观察着 镜子里的自己 哎呀 我明明就长得比较好看啊 为什么要说我像多龙呢 要怎么看起来才会跟多龙更不一样呢 多奇很认真的思索 思索着这个问题 突然间 他灵光一闪 对呀 只要那样做就可以了 哇 我真是聪明啊 哈哈哈哈 小朋友 他到底想到什么样的方法呢 让自己和地 和多龙 不一样呢 小朋友想到了吗 还是可以帮他想一想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去哦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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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哦 多奇 大神欢呼 好我们可以看这里的图 你看它拿了什么东西啊 那他拿这些东西 树枝要做什么呢 好奇妙哦 到底要做什么 才能让他们兄弟俩是不一样的哦 做了万全准备的朵旗 朝着洞穴外面走去 只见他的刺伤 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东西 有色彩斑斓的花 绿色的叶子 以及小小的果实 多奇就这么竖着一身的刺 大摇大摆的走着 你看到他的装扮 是不是很奇特啊 他得意洋洋的朝着朋友们靠近 看看我觉得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跟多龙很不一样吧 我是比多龙还要帅气的刺猬 多奇将他赤上的装饰展示给朋友们欣赏 朋友们看着这样的多奇都觉得很新奇 多龙也看着多奇 哥哥 操在翅上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怎么样 很帅吧 现在再也没有人会把你跟我搞混了 多奇用骄傲的表情说着 一点也不帅 一点也不帅 看起来非常奇怪 哪里奇怪了 你一定是在羡慕我 对吧 多奇一边大喊着 一边离开了那里 他在树林深处走来走去展示着自己 突然不知道从哪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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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他们都是被多奇的装饰在刺上的花跟果实 那甜甜的香味吸引来的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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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什么动物来啦 我们来看下去咯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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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走开 我叫你们都走开啊 多奇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挥舞着双手 但全身还是被蜜蜂叮得惨兮兮 啊好痛啊 哇 原来他吸引的蜜蜂了 就在这时 多龙出现了 他拉着多奇到盐缝里躲藏 好不容易蜜蜂终于飞走了 多龙赶紧把多奇装饰在刺上的东西都拿掉 哥哥你没事吧 多奇的蜜蜂上跟身上到处都是被蜜蜂叮得肿包 哇好痛啊 他抱着多龙 哇哇大哭了起来 有好一阵子 森林里再没有动物把多奇跟多龙搞混 现在可以确实地分辨出谁是谁了呢 那个满身肿包的孩子就是多奇呀 多奇听了 羞的把整个身体都蜷缩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依旧每日思考着 可以区分出自己和多龙的方法 花朵太危险了 不能再用 哦很好 这么做应该可以了吧 哇 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那你想想看 这个多奇呀 又想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方法呢 好 这个作者啊 他用可爱的刺猬兄弟间的故事 来表现这个属于双胞胎间的独特心理和冲突 他将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他用幽默的情节呈现出来 为了让自己和弟弟看起来不一样 多奇想了很多搞怪的方法 但是呢 却引来了大麻烦 而最后出手呢 最后出手呢 解救他的 陪伴他的 是被他视为假想敌的弟弟多龙啊 看到惨兮兮的多奇 抱着弟弟大哭的谎念 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但是呢 在这个同时也感受到属于手足间的温馨情感 其实呢 互不相让吵吵闹闹的日常生活 不是只有发生在双胞胎之间哦 我们家里 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个以上的小孩 父母都应该深有同感 在某些时期啊 孩子呢 往往会希望自己是独特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 手足之间更容易互相比较 他为了要凸显自己哦 可能会助出引起大家的注意 或常会助出一些令大人费解的举动 这些举动呢 可能有时候是无力取闹 有时呢 会令人啼笑皆非 可是这些啊 其实都是正常的行为表现 因此呢 如果爸爸妈妈在拍戒兄弟姐妹间的纷争的时候 不妨发点心思 都和孩子勾勾勾通 理解这样的比较心态呢 在藉由多情人多龙的故事呢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发觉 自身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又发出彼此间温暖的手足之情 同时我们也要认知亲情的可贵 从而接受兄弟姐妹间的拥有不一样的特质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那老师希望你们能够用心的玩 欣赏这个影片 好 祝你们平安快乐 拜拜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